节目结束的时候,你把手举向天空,足足6秒,那个时候你在想什么? 2002年北京冬奥会自由华结束之后,有记者这样问与生结弦, 好长啊,那个姿势其实寓意着与天共地里的天,有天的意思在其中, 在我心中也有将我的灵魂花地送上天空的这样的印象。 与我9岁时划过来自俄罗斯的爱的结束姿势是一样的, 有种将自己与小时候的自己重合起来的感觉,用一句话难以表达出来, 就是感觉有很多的情绪席卷着我,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该怎么说呢? 好难表达啊,就是当那里那个姿势结束,将刀收起来离开冰场为止, 都是自己节目的故事的一部分。 9岁的自己想为我心中的小男孩圆梦, 最后在墙上向我伸出手的是那个9岁时的我, 回看与生结弦的2002年北京冬奥会, 或者说与生结弦挑战4A的这几年, 9岁是他最常提起的时候, 估计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吧, 其实我的内心和9岁时的自己没有变化, 只是长大了一些。 特别是2月14号, 与生结弦在赛后参加记者发布会的时候, 这样描述了9岁的自己和27岁的自己, 共同完成4A挑战的过程。 所以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个跳跃, 觉得这很符合我的风格, 最重要的是一直在摸索4A的时候, 最终在技术上我还是追溯到了那时的阿克赛尔跳, 当我想要翻越一堵墙的时候, 一直有许多人向我伸出援手, 为我创造了很多的契机, 我才能够一次次的翻越各种高墙, 而在最后的墙上向我伸出手的是那个9岁时的我, 最后拉着他的手一起翻越了这堵墙。 我醒悟到了, 与生结弦我所挑战的4A原来是这样的, 所以说将其作为今后的动机的话, 我有些不太好说, 现在距离比赛结束才过了三天, 啊,四天, 说实话现在的心情是, 就算那个4A被判为存周, 就算摔倒今后回顾他的时候, 也会觉得与生结弦4A轴细跳跃高, 完成漂亮是令我骄傲的4A, 这是一段让很多第一次采访与生结弦的记者都为之惊叹的描述, 那个拉着9岁的自己一起翻越了这堵墙的描述, 让大家仿佛看到了多年来, 与生结弦对4A的拼搏和追求, 而回头看9岁的与生结弦完成的2A跳时会发现, 甚至于这次的北京冬奥会, 他的4A的进入前动作都是与9岁时的自己跳2A时是一样的呢, 这也让人不由地想要探究, 9岁的与生结弦究竟是怎么样的呢? 9岁的与生结弦是与生结弦自己认为的最理想的与生结弦, 留着蘑菇头的小朋友, 狠冲直撞, 不怕任何的困难, 有着天真而单纯的自信, 那时我觉得我比谁都练得多, 是能够抱着我比谁都厉害的想法完成练习的, 要有论精神的话, 我觉得那时候的自己是最强最闪耀的, 所以我想好好珍惜那个时候的自己, 与生结弦这样描述9岁时的自己, 其实正是和现在死磕4A的时候一样, 猛亮2A的小雨璇, 当时的与生结弦还并没有很擅长跳跃, 那时的她跟童年级大一岁的哥哥们分在了一起练习, 还是在技术上输给其他人的时期呢, 周围的孩子们都能够跳2A了, 与生却怎么都跳不出来, 与生结弦的寿野恩师, 日本花华泰斗, 都住张一郎老师回忆起那个时候, 也想到了当时那个不服输的小孩子的样子, 从自己的弟子山田真实教练那里, 接手与生结弦这个天赋特别好, 但是很皮的小学生时, 都住教练一面感叹于小朋友的天赋, 一面也对他执着着非常严苛的要求, 那时同族比与生年长的学生都能够跳出2A, 但与生结弦却跳不出来, 我想将与生结弦培养成能在世界舞台上大展羽翼的选手, 所以在打好基础上对他要求严苛, 我应该也曾经伤过他的心吧, 大概他也曾对我也很不满吧, 我斥责他, 你怎么还没能打好基础的时候呢, 他非但没有哭, 反而像是特意冲着这边来似的练习, 我印象里他对自己感到不满意的地方, 也会进行彻底的练习, 独注教练的严苛正是因为他在那时就看到了身体谦弱, 与生结弦骨子里的那种不服输的劲, 哪怕他那时只是一个九岁的小孩, 对他来说, 这段自尊心受损的时期内, 拼命想要记住的就是2A, 我想他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点燃了不服输的心, 萌发了挑战的心情呢? 独注教练说, 他有纤细但又充满弹力的身体, 所以我相信只要打好基础, 将来一定能够发挥作用, 所以我对他的轴和跳跃高度进行了仔细的指导, 我想他一定能够掌握2A,3A, 然后在那之后接着跳出4A, 当时我给到这样的与生的节目, 是来自俄罗斯的爱, 我从俄罗斯找来了这首曲子的音缘, 在训练环节让与生在大家面前表演这首曲子, 我告诉他可以自由去发挥, 在享受的同时将自己的内心释放出来, 后来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, 拼命练出2A的小朋友, 在日本青少年比赛组拿到了第一次的冠军, 再然后9岁的小朋友拉着27岁的与生结弦, 一路战上了北京冬奥会的冰场, 一路挑战了属于他们的勇敢的4A, 也许现在成为大人的自己和小时候, 觉得无所不能的自己相融合之后的样子, 就是最终能让我说出, 这就是与生结弦的样子, 所以现在回看9岁的与生结弦, 对现在的与生结弦来说, 最珍贵的是什么呢? 也许正是那种天真而纯真的自信, 以及那种横冲直撞的勇气吧, 我们其实可以把那样的东西叫做初心。